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济南的冬天 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观的人 像我 冬天要是不刮风 便觉得是奇迹 济南的冬天 是没有风声的 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 像我 冬天要是能看得见日光 便觉得是怪事 济南的冬天 是响晴的 自然 在热带的地方 日光是永远那么独 响亮的天气 凡有点叫人害怕 可是 在北中国的冬天 而能有温情的天气 三宿地睡着 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 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 小山 正把济南围了个圈 只有北边缺着点口 这一圈小山 在冬天特别可爱 好像是把济南 放在一个小摇篮里 他们安静不动地 低声说 你们放心吧 这儿准保暖和 真的 济南的人们在冬天 是面上含笑的 他们一看那些小山 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 有了依靠 他们由天上 看到山上 便不知不觉地想 明天 也许就是春天了吧 这样的温暖 今天夜里 那些山草 也许就绿起来了吧 就是这点幻想 不能一时实现 他们也并不着急 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 干啥 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 看吧 山上的矮松 越发的清黑 树尖上顶着一臂的白花 好像日本看护腹 山尖全白了 给蓝天镶上了一道银边 山坡上 有的地方雪厚点 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 这样一道白 一道暗黄 给山们穿上了一件带水纹的花衣 看着看着 这件花衣 好像被风吹动 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 山的肌肤 等到快回落的时候 微黄的阳光 斜射在山腰上 那点宝雪 好像忽然害了羞 微微地露出点粉色 就是下小雪吧 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 那些小山太羞气 古老的济南 城里那么狭窄 城外又那么宽敞 山坡上握着些小村庄 小村庄的房顶上握着点雪 对 这是张小水墨画 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 不但不结冰 倒反在绿瓶上 冒着点热气 水藻可真绿 把中年储夕的绿色 全拿出来了 天儿越晴 水藻越绿 就凭这些绿的精神 水也不忍得冻上 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 还要在水里找个影 看吧 油澄清的河水 慢慢往上看 空中半空中 天上自上而下 全是那么清凉 那么蓝湾湾的 整个的是块空灵的 蓝水晶 这块水晶里 包着红屋顶 黄草山 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 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 高高的红砖房 旧旧的玻璃窗 蓝眼的藤丰带着淡淡泥土香 缠绝着漫漫的时光 日落前挥挥手 说他没有等太久 夜如水月如沟 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口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依然安详 岁月不改大模样 风吹过树梢 风吹过树梢 沙沙的香 把故事慢慢讲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 高高的红砖房 高高的红砖房 旧旧的玻璃窗 蜿蜒的藤丸带着淡淡泥土香 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日落前挥挥手 说他没有等太久 夜如水月如沟 总有人为你暖上一壶酒 熟悉的地方 依然安详 岁月不改大模样 风吹过树梢 沙沙的香 把故事慢慢讲 把故事慢慢讲 段线的方程 挂在树上 心情点点点不能忘 小小的梦啊 长出翅膀 长出翅膀 就在这里起航 啊